油站總有一間在你左緊 不斷出出入入的流水過客 會不會留意油站這幾十年來的改變呢 我是Patrick O 其實我在Shell做了四十幾年 歐sir18歲畢業就入行 做到2012年已經退休 雖然中間曾經被委派去其他部門 但是入行初段和退休之前的十二年 都是負責跟油站 更加在2007和2008年 連續獲得環球年度最優秀區域經理大獎 對油站有一定的了解 以前要快 入來入油 入完就離開了 沒什麼特別 但現在一定要快 一定要做得好 一定要有專稱的客人 客人有很多種要求 有些真的要講服務 有些真的要講優勢 有些要講優勢 當然優勢 每個客人都想的 所以現在形成 每個人都要用郵卡 再說以前 沒有郵卡 以前的年代 我們早期做 你想開個戶口 怎麼辦呢 有一本寶 好像支票簿 那樣 把你的帳號碼放在那裡 那你很多車子 每天都扔 扔那個手都軟了 回家 他只有人扔 他回家吃飯都手震 一張紙 叫做油櫃 C-H-I-T 因為以前的油泵都是機械泵 都沒有電腦 油站在上世紀已經存在 電器道油站是1987年 由荷蘭皇家石油所開 更加是油街交界 填海設立油庫 後來油庫搬走 只是保留油站 相信這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 而仍然運作著的油站 見到附近一條叫顯學街 就知道這裏是當年顯學的地標 因為1907年 顯學運輸和荷蘭皇家石油合併 組成荷蘭皇家顯學集團 至今營運了111年 是香港最歷史悠久的油公司 而令不少車主印象深刻的油站 還有這一個 位於灣仔軒尼斯道的加德市油站 這一個油站旁邊 就是當年響當當的下巴車廠 其實雪佛龍組在1936年 已經在香港開展燃油業務 押納香港82年 近代油站最大的改變 其中一樣一定是便利率 越來越多元化 原來以前的油站就只有兩個油泵 地方髒都沒有人來 入到油就可以 現在起碼洗手間都乾淨得多 那什麼時候開始24小時營業呢 我七幾年做的時候 就開始試 是一兩間開始做 但我不記得哪間開始做 初初不是24小時 做到12點而已 就收工了 12點 你12點而已 隔壁那間就試試第二早7點 那你跟著別人試了 別人7點 你8點 你10點 就是大家的競爭 但是記得應該是 八幾年開始已經陸陸續續 嘉德市在80年代 第一次為堅尼地道和淺水灣油站 引入Starmart便利店 從此帶起油站的便利店文化 競爭逐步白熱化 更加用上換禮品這一招 入油送水送紙巾 甚至送車仔 當年Shell送這一架法拉利 更加引起一陣熱潮 作為油站員工 隨著油站進化 功夫難免都越來越多 還要回通宵間 都別說不辛苦 不是說辛苦 我要記憶 我要今天你宣傳 你要說什麼 你要跟客人分享 怎樣先進服務 今天魚在推銷賣什麼 你要記憶怎樣銷售它 小腩新開的這個油站 更加加入環保概念 小腦的紅磚是用環保磚砌成 還建了一幅12平方米大的植物牆 希望令環境更加好 這個油站不同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帶水瓶 它有一部水機在這裡 給你免費針水 鼓勵一下你們 不要經常用那麼多膠盡 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梳化掣 給你這裡 休息一下 等換機油 話是說 愛國流行的自在入油 其實有沒有機會引入香港呢 其實香港試過的 應該有兩個 就是顯學的 港島有一個 九龍有一個 九龍那個站 現在的藍田 不是油站 是拆了的 藍田的巴士站 那裡有一個顯學油站 那個油站就是自助式的 有人看著你 但它不跟你入油 你自己入油 但是以前入油 便宜兩毛錢 你自己一息公升 你自己入 香港的駕車 有很多錢 兩毛錢是什麼錢 直接走不成功 就要 你要服侍我 我駕個靈車 我怎麼可以自己入油 我們要仇恨的其實都是共產黨 有很多人 既然我覺得 方便會在香港 送稿 算上 多個不順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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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 有很多人 都有很多人 消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